东都决散的所谓新疆政协主席诺尔兰·阿卜多曼金 再次强调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和伊斯兰中国化 据中国政协官网消息 全国政协委员所谓维博尔自治区政协主席 傀儡官员诺尔兰·阿卜多曼金 在1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扩大会上强调 要推进东都决散伊斯兰教中国化 增强伊斯兰教中国化能力和水平 继续贯彻落实所谓文化新疆工程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加拿大政府周四宣布 基于国安考量将进行中国华为中信通讯的5G设备 当局表示 使用华为中信通讯设备的加拿大供应商 将被要求在2024年6月之前移除其5G设备 且不会得到报交 其4G设备则必须在2027年底之前移除 美国、欧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日本和瑞典 已经禁止或限制在其5G网络中使用华为技术 美国华尔街日报周四披露 中共中央3月份一向内部指令要求布局以上高官 以及其亲属不得拥有海外资产 外却对此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是中共为了防止西方对俄罗斯那样的制裁 分析说这表明北京想避免其构级官员 遭受俄罗斯高官和寡头们遭到的制裁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易新锐周六在首尔会晤 这是韩国总统就职11天以来的首次外交接触 双方同意强调他们的印太战略 扩大联盟合作 包括经济和扩大军事演习 以威慑朝鲜维护印太自由开放 拜登说美海联盟可以追随到 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 必须进一步发展 以保持印太 以保持印度太平洋的自由和开放 中国政府呼吁扩大由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组成的经专国家集团 增加新成员 在由经专主席国中国主持的该集团 外长视频会以后发表的声明中说 北京的提议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六表示 他对中国开发东海地区的努力感到失望 称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在日本西部城市京都 对记者表示 日本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 对中国提出交涉 日本外务省周五发表声明 证实中国加大了在东海开发自然资源的力度 包括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终点以西的地区 俄罗斯外交部21日公布的一份 永久禁止入境的美国公民名单 名单共有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 在内的963人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说 美国政府的敌对行动将继续受到适当的回击 俄方的反制是被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